大家好,欢迎收看君云园艺 夏季气候酷热,是养君子兰最棘手的时节 尤其是温度持续飙高的时候 此时养君子兰苏短塌是关键,这个塌便是休眠 因为气温持续在30度以上时,君子兰会进入半休眠甚至休眠状态 此时生长是处于停滞状态的,所以苏短休眠期对其成长有很大的意义 可通过物理降温的手段以及合理追肥,让它夏季甚至略有成长 具体分为两步,一是选择适当的时段给它喷洒水污降温 温度在25度以上时,上肥过多,容易烧坏肉质根 所以除了真因通风外,每日在温度爬升的时候,还要给它进行物理降温 方法如下,往页面以及其四周喷水物,盆周边的盆壁在正午前后,也应适当喷水降温 二,在傍晚时刻进行喷水物降温后,给它追肥 用什么肥好,一口淡素水,君子兰撞苗更容易 用水果皮肉制腐熟的素肥,稀释后使用 夏日大多时候,夜间温度不算高 傍晚追肥,经过一夜,养分也就吸收得七七八八了 次日早晨浇透一次水,多余的肥力,随水分跑掉 不用担心肥害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